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增长 我国军机的研制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 如今不仅我军用上自主研制的先进战机 在国际上也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近年来我国出口的战机数量非常多 其中有一款军机还没有进行首飞就已经预定很多 可见其魅力之大 或许大家已猜出这正式军冒飞机FTC2000G 早在今年4月份 FTC2000G军冒飞机的总体技术方案通过评审 运势者该飞机全面转入制造试飞阶段 日前贵妃公司发消息称 会议决定将FTC2000G军冒飞机的中文名定为谁因 据官方介绍 FTC2000G军冒飞机是一种高级教练机 换装了握喷13发动机 采用全新驾驶舱设计和综合航电系统 与现已三代战机的配置基本一致 同时全新拥有7个外挂点 最大挂载重量达3000千克 中航工业贵妃公司称 FTC2000G军冒飞机能够完成作战任务 也能用于飞行员日常中高级训练 还具备加挂侦查吊舱 对于很多中小国家来说 只需装备FTC2000G一种机型就可以满足多种需求 目前FTC2000G军冒飞机还没有进行首次飞行 但早在2017年就已经实现首批外贸出口 对象是某个非洲国家 据贵妃研究所副所长表示 该型飞机的售价仅约850万美元一架 国外同级别飞机售价则超过1000万美元一架 有分析指出 我国FTC2000G军冒飞机与美国蝎子战机类似 设计的初衷都是够用即可的低成本战机 尽管定位不完全相同 但在实际作战中两款战机具有一定可比性 我国FTC2000G略胜一筹的是使用了DSI进气道 使战机结构简单重量轻阻力小 同时还具备隐身性能 虽然蝎子战机在后期维护上略有优势 但总体来说 FTC2000G力压蝎子战机 作为一款低成本多用途战机 FTC2000G凭借先进的机动性、灵活性 还没有进行首飞已经预定成功 对此 加拿大媒体评论称 中国这款飞机将在国际市场赢得一席之地 对飞机价格敏感 急需更新机种的亚非拉国家 将成为FTC2000G的主要客户